大家好 我是明板 我们开始第二节 统计知乎大V文章标题 这一刻我们用的类子是 知乎大V张家伟的文章主页 这块语下面有点链接 我们复制这个链接 然后到浏览器中 粘贴 然后回车 我们之前说的这块的这一串信息 这即叫做URL 也叫做链接 也叫做网址 好我们接下来就看如何抓取 它的这些文章标题 大家看1234 这一页 大概有20个标题 这是我们自己的 目标效果图 大家看第三列title 这就是 一 那网页的20个标题 大家看这块是21 除去一这个表头 20个标题 全部都抓下来了 前两列我们后面再讲 我们下面看步骤 大家注意就是我们用Web所有抓每个网站的步骤 都是通用的 基本上步骤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 比较简单的地方 我们只需要学一次这个抓某个网站 以后抓其他网站的话 都按照这个步骤来 大家看 大家看第一步是打开WebScript 第二步是创建Seedmap 第三步设置Select 也就是我们的抓取规则 也就是我们的抓取规则 第四步是启动抓取程序 只有第三个不一样 就是说 这块的话 我只有在第一个例子里面 把通用步骤讲一下 在后面的例子里面 我就只讲第三个 第三个 设置Select 这一部分 好我们下面看 第一步 打开WebScript 按我们 alla步骤 础游键 我在抠边 cd 础游键 锁数 的消息 主要笃 首先 鼓劑 将来 按 第二步创建SeedMap 大家看上面的图片 第一步点击这个CreateNewSeedMap 然后点击上面这个 我们点击CreateNewSeedMap 然后点击这块Create 它会弹出来两个 一个CreateSeedMap 一个ImportSeedMap 我们点击这个Create 然后大家看这块有两个输入框 需要我们输入第一个标志的 CeedMapName 这个是由我们自定义 自定义的意思就是 我们根据自己的方面来 然后我最快是抓取张家伟的标题 我就取名张家伟 你如果抓取的是另一个人 比如说抓的是贴吧 你又可以取名贴吧 如果抓的是豆瓣 这块可以取名豆瓣 这块我们最好做到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一看到这块 这个名字 我们就知道 它具体是干什么的 如果我们取名 就和我第一次的那个例子一样 取名AAABBB 这样的话 这种人看起来就非常的模糊 我如果取名张家伟的话 如果下次我还 张家伟的文章更新的话 我还需要抓的话 我直接在CeedMap列表里面 看到张家伟 我点击去 按照这个规则抓就可以了 如果是AAABBB的话 我就分不清 这个到底是什么规则 SugURL的话 就是当前的网址 这块写了 可以直接从浏览器复制 就是这个 网址URL 我们 拷贝 然后 粘贴 SugURL 好 这个我们就完成了 PureTenCeedMap 我们到CeedMap列表里面看一下 这块就有一个张家伟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我们点击进来 好 现在这块 就是我们 它查看这个CeedMap的 详细信息 创进CeedMap这一步就完了 步骤就是 点击CeedMap 然后输入量 一个CeedMap name 一个Start URL 然后点击CeedMap按钮 大家看第三步 第三步是最重要的 也是 不同的网站 只有这块不一样 好 我们看 第一个 Add New Select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Add New Select 好 它会弹出来 一个工具框 我们看 下面的这个步骤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ID ID和就是 我们需要 现在是要抓 一个Title 标题 我们就选名Title 这块也是自定义 如果要抓评论的话 你这块可以选名Comment 也可以选拼评论 这个就是看自己怎么方便怎么来 这块的Type 我们选择Text 文字 文本类型 因为我们要抓的这个标题属于文本类型 然后第三步 第四步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Select 点击Select以后 大家看 它会弹出来一个 这个工具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鼠标悬浮到网页上的话 它悬浮到哪块 哪块就会出现一个矩形框变绿 我们悬浮到这个标题这块 然后单击 它会变红 下面我们移动到第二个标题这块 然后单击 好 它也变红 这时候我们往下拉 我们发现 下面的它全部标题 全部都已经变红了 OK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 DownSelecting 好 这块会出现一串代码 我们不用管它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点击Multiple 选中 我们把这个勾选起来 Multiple的意思是表示 多个 因为我们这一页 需要抓取的是多个标题 所以说我们要选中它 两个或两个以上 就叫多个 Legix 我们这不用管 Delete 我们设置2000 好 我们保存 这个 适时Select就完了 GPT里面也同样 列出了这个步骤 ID Type Select 点击4 点击4以后 它悬不出来工具框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 点击第一个标题 点击第二个标题 然后点击DownSelecting Multiple够选住 然后Delete 这块建议 这块建议填成500也行 两线也行 然后点击保存 好 好 这块 这块Select已经完了 这步就完了 接下来第四步 启动抓取程序 再看点击中间这块 然后中间一个Scribe 点击中间这块 我们找到Scribe 然后点击 好 它会也出现了两个框 两个适用选项 一个是Request Interval 一个是Page Load Delay 这两个我们都先保持默认 这个就是间隔 如果访问多页的话 每一页的间隔 Page Load Delay 就是如果我们访问 某一个网页的话 它有时候 由于网速问题 点进去以后 它不会立即加载出来 网音内容不会立即加载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延迟一回 这块Delay 它默认就是两千两千 我们就保持默认就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 第四这个Start Scraping 我们点击 好 可以看到它弹出了一个 另一个窗口 它就通过这个窗口来开始抓取 抓取完以后 它就没有了 这块有一个No Data Yet 这块有一个Refresh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它 好 大家看 这个标题已经全部抓下来了 好 这步已经就完了 抓取 已经 我们数据已经抓下来了 大家看 这块有两个 两点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抓取的窗口 可以自小化 但不能关闭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再试一下 Scrip Scrip 弹出了这个框 我们不能就是直接关闭它 关闭它的话就相当于中断了 就抓取程序就中断了 就抓不到数据 我们就等它完成 第二点就是 可以同时启动多个抓取程序 就比方现在这个 启动人员 RefScrip 你抓了 你如果同时需要抓多个的话 如果你现在要抓豆瓣 你也可以在豆瓣 建一个CitMap 它也会弹出一个窗口 是可以同时多个一起抓的 但我们现在一个窗口 先是一个窗口 然后第五步 导出Excel到本地电脑 同样是点击中间这块 最下面一个Export Data as CSV 我们点击这块 然后Export 点击这块 它会弹出来一个 一大串 中外有一个Download Now 下载 我们点击 中外有步骤点击 点击完后 大家看我已经下载到本地了 我找一下 这个 我打开 因为它下载到某个地方 这个可以根据自己的浏览器设置一下 这块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我打开 打开 我用Nemos打开 Windows的话可以直接用那个Excel 大家看 这一页的21 21行 其实表头占一行 就是20个标题 全部都抓下来了 这一列 OK 现在我们就是 这五步已经全部完了 打开创建Cinemap 设置Select 抓取规则 然后启动程序 导出到本地 现在数据已经从网页上 抓到了 从网页上抓到了本地的Excel里面 我们这个抓取过程就已经完成了 大家继续看一下 我来讲解一下这个CSV文件 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一列是一个webscript Odd 大家看这2526 其他这块可以用来排序 其实我们先不要理会它 在后面我们有讲另一种方法 以后就不用 这一列就不用了 这个webscript start URL 大家看 它其实就是 它可以点击 直接点击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址栏里的这个URL 它直接就每个URL就全部放在这了 然后第三列的话 这个title就是我们刚才取的ID 我们看一下 对刚才我们取了一个title的ID 它就会直接放到Excel里面 下面就是我们这些网页中的标题 OK 基本上就讲完了 大家注意到我们还遗留了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只大家看专家为 他往下拉 他总共有40爱页 但是我们只抓了第一页的爱十个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抓到的是无序的 大家看Excel 它里面是航路改编历史 但是 它 网页中第一个是可以像C罗 第二个是邓肯 他第二个是联系 所以这块是乱序的 这两个问题大家先不用管 我们后面会专门有讲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 OK 再就是我的一些练习 大家注意一下 WebScript是一项就是技能 不是说你听一遍 然后就会了 就需要多练习 我给大家有一个要求就是 如果课堂中的例子 必须要练到不用看教程 然后不用看PPT 就能将就是 例子抓取成功 比如这个知乎 你要做到这样 Inspect 然后创建SeedMap 然后 然后 然后就 张家为 CriticMap 然后按 你Selector Title Title2 然后 点1 点1 保存 Multiple选中 Delete选2000 然后保存 然后保存 看一下数据是不是对 OK 对 这个流程要做到 你不看PPT 就能熟练掌握 如果你 一直到 每抓一次都需要看一下PPT 到后面的话 会遇到更复杂的一些内容 就会更难 大家看这块有一些错误 100多个错误 这块我们不用理会 这块我们没关系 就是课程中的 先练习课堂里 我举的例子 如果 这些例子你都没有练习到那种 不用看教授 就能抓成功了 你 现在有个 我只抓了一个知乎 然后你就去抓豆瓣 抓贴吧 抓点书 你是抓不成功的 因为 后面 比如我讲了知乎抓标题 然后你就去抓点书的标题 可能抓成功 但也可能不成功 因为点书 不同的网站 你现在只学了 一个知识点 一想玩意学用语 我只叫了ABC 然后你就去做四级的那个考试题 然后 测了 然后就回来 我为什么测了 就我现在给你抓其他的一些网站 你抓成功了 如果失败了的话 你回来问我 我跟你讲的话 你也听不懂 因为 后面还有其他一些知识点 你没有学到 我也还没有讲 所以说 现在你只学了一节 也只够 这一节的知识点 也只够你抓知乎标题 其他的网站 你还不知道怎么分析它 该用哪些知识点 所以的话 大家 先练习知乎这个例子 练到 不用看教程就能抓取成功 再看下一节的视频 还有就是练习的时候 就按照教程步骤走 不要想当然 就有的同学 第一期的时候 有的同学 练的时候 就不看教程 然后就 比方他这块 他创建slack的时候 他multiple 他就不选 他就觉得 选完 选完 点击完以后 这些选项 他都不看教程 就想那样的 哦 这个可能不选也行 然后就保存 结果然后数据 然后没抓成功 然后就回来 问我怎么错了 就是 大家一定要按照教程来 这就是最简单的 最便捷的方式 如果就是将知乎这个标题 已经练到 很熟练 不用看教程就能抓取成功的话 我给大家留了一个 任务 也算一个 测试吧 大家看 把这个 这个URL复制 然后粘贴 这是专家 我的一篇文章 我们需要抓取他 下面的这些 评论 大家看这里面这些评论 我给大家出这个 能给大家出这个任务 就说明 是用这一节的知识点 可以抓到的 当然可能 也会出现一些 小的问题 大家先试着抓一下 这个这些评论 就只用抓这些内容 上面这些名字 下面我们先不理会 就只用先抓这些 大家遇到问题的话 可以自己先多试着一下 错误的话 没关系 赛级课 我们也会 开始的话 也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例子 OK 大家记得一定要练习 如果这个例子没有练到 不看教程 就能抓取成功 千万不要看下一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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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